政治根本 那我们武学也不是为了做一个表演 就像我也坦白说 就是武术它的本质 也跟你讨论一下 它不应该是拿出来表演的 对 我今天就在您那个墙上看到 您贴的一个特别 写的特别有哲理的一个画 那个画好扎心啊 我们会放上图片 大家来看一下 然后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 写那样一段画的 好 那个时候大概是2012 13年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 很多外国客人就 尤其是欧洲人 就像我今天下午跟你聊了 我觉得欧洲人对于文化的包容性 是很广的 而且他们是真心愿意去 亲身接触不同的文化 那我们之前有聊过 我们就聊过好多次 武术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身体文化 它是非常深层的 但你如果剥掉它 你只剩表演 只剩表象的话 它是空洞的 所以我们当时 因为在练拳这件事情 很多欧美人是想要来 跟我们一起 很好玩哦 在北京的四合院 我们自己是穿鞋的 你知道咱们练穿透武术 都是穿着鞋子在里 他们会自己把鞋脱掉 然后觉得有一个仪式感 然后打了四脚踩在院子 像在日本的榻榻米上那种感觉 对 像日本榻榻米 或你去练印度的瑜伽 他觉得这个 所以我好多次那时候说 不用脱鞋 不用脱鞋 把鞋穿着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好多客人说一起练 那请问你们会练翻滚吗 会像Jackie Chen 像成龙一样吗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要不断去解释 那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要解释的就是 好多人会问说 哦 会不会很难 会不会需要做flips 前空翻 会不会要做backflip 后手翻或后空翻 我也说不是 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段话 我就说武术不赤脚 那是舞蹈 然后说武术不空翻 那是体操 然后武术不 对不起 武术不翻滚 那是体操 然后武术不空翻 那是杂技 但是我 我写这句话的意思 我后面加了一句 我说舞蹈 武术 舞蹈 杂技 或者是 体操 都很好 而且他们都可以成为艺术 但他们不是武术 我觉得武术就是武术 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妥协的 但我写这句话的意思 是想让他知道我们练就是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打拳 披掌 踢腿 战装 就是您今天带我们做这些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十年里 我们其实感动了很多人 让他们去体验这个 所以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武术仿佛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因为现在出现了好多竞技武术 有全运会 有亚运会 好多的国家都在学习武术 但是他的根本在哪里 特别我之前接触一个俄罗斯的朋友 他就问我 我是练习竞技套路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太极拳到底是Marshall Earth 他到底是怎么用 他的原理在于是什么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你们国家的一个代表 不弱于其他国家的 例如摔跤 例如拳击 例如MMA 他的一个优势到底是在哪里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样的一个东西并没有被广泛的推广出来 而且很有可能随着老一辈老先生的离去 可能这个东西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很可悲的一种感觉